晚安等你 想不來求夢 藝人蕭竹盛 和他小十五歲的丈夫梁軒安 近期力捧旗下藝人 兩人還親自演出MV 更時常在臉書曬恩愛 如今梁軒安卻遭控訴 騙情又爪財 因為他一直跟我說 他老婆生病 然後只能跟他在一起沒多久 然後問我願不願意等他 然後他說兩年後 有可能會跟他離婚 梁軒安是用凶陰當借款人 那我的房屋設定抵押 曾小姐二十一號上午和律師 到臺北地檢署案零申告 指控梁軒安涉嫌詐欺 他公稱兩人交往半年 因為想要開周代所 但無法向銀行貸款 梁軒安事後用公司名義 向融資公司幫貸款五百萬 並拿他的房子作為抵押 但事後不僅五百萬沒拿到 還額外向他索取裝潢費兩百六十萬 因此提告背信侵占和衛造文書等罪 他說他叫律師叫我還錢 給熊英公司兩百六十萬 欽藏熊英公司帶電我的支出 不然就要走法律途徑 但是那些錢是用我房子 借款出來的錢 我貸款是要用在我的會館 邊講邊回憶兩人的過去 曾小姐連嘆好幾口氣 只希望能將爸爸留下的房子 套回來 致電梁軒安手機 臉書粉專以及妻子銷售勝經紀人 截稿前都沒有回憶 電話夜市語音信箱 如今兩人撕破臉 對補公堂只能等待司法 釐清真相 三天新聞 臺北昌報道